更丰富的节目、课程及有声书 随身带着走 快下载静好听APP 转动指针 一起探索手腕上的小宇宙 欢迎收听静表志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收听由静好听与静周刊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 静表志 我是静周刊金品主记者李宇盛 Chris 那在我身旁的话是城邦国际名表的主编 黄兆庆 兆庆 大家好 我是兆庆 前阵子呢 表团里面各品牌已经陆续开始发表2022年的新表了 其中Swatch集团的当价combat Omega 其实动作算很大 因为它就是一次带来 算应该是2022年整年度的新表 因为有些品牌会拆成上下半年 但看起来它那个应该就是整年度的新表了 那当中呢 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大家讨论最高的一款 就叫做Ultra Deep 这个全新的系列 Ultra Deep 照字面一番就是 非常深 超级深 超级深 对 为什么会这样翻呢 是因为一来它是潜水表 既然超级深 那理所当然它在防水规格上面就因以为傲 才会取这个名字吗 它的防水规格来到6000米 6000米是什么概念呢 我们等一下再来讲 但6000米这个数字 应该是目前整个现行的市场上面 以长销表款来讲 我们讲说以一般有在销售 然后量产的表款里面来讲 它算是防水深度最高的 最深的 究竟这一款表 为什么要把防水规格做这么高 再加上刚刚讲的 6000米又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那我们这次就跟赵姓来聊一下 这一款2022年的话题新表 讲到这一次的Ultra Deep的系列 我们就得回去提到 2019年的时候 其实Omega就已经先行推出了 也叫做Ultra Deep的一款概念万表 它那时候推出的时候 其实主要是为了要 我们讲说缔造纪录用的 因为它那时候 创下了一个创举 就是它那时候那只手表 跟着潜水艇 一起下潜到10928 达到这个深度的记录 然后打破残联多年的 深潜记录 当我们要讲这个背景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必须得提到 过去的深潜记录 有很长一段时间 是由谁保持的呢 这是由劳力士保持的 那故事我们要回到 1960年代开始讲 那时候劳力士 他特制了一款叫做 Deep Sea Special的万表 它是挂在潜水艇外面 然后潜到玛利亚纳海沟下面 它深潜达到10916米 那当时就非常可怕的记录了 可是当然可以想象得到 那一款表又大又厚 它真的是 就是给潜水艇带的 其实那时候都是概念表 都不是给 真的人可以佩戴在手上 因为那真的是太大了 他只是展示说我可以这样 做到这件事情 然后这个记录就一直到2012年 劳力士他再度占助了 詹姆斯科迈隆 他的一个海底拍摄计划 他们当时推出了一款新的 叫做Deep Sea Challenge的万表 然后一样挂在潜水艇外面 由詹姆斯科迈隆 开着潜水艇下潜 那这一次潜水的记录 那一支表款 号称是12000米 不过他实际潜水记录是 10908米 因为海锅就那么深 那接着当然我们就看到 就是Omega多了20米 打破他们的记录 对所以总结一下就是说 其实劳力士保持了一段 非常长久时间的记录以后 到2019年 Omega这个时间点全跳出来 就做了名为Ultra Deep的概念表 那时候达到10928米 这个升陷记录以后 时隔三年 就是在今年的时候 他才把这个主题概念的腕表 正式运用在所谓的 长销版本上面 就是量产化 对量产化 那推出了Ultra Deep这个系列 我们刚刚一开头的时候 有提到Ultra Deep系列 其实最大卖点就是 它的防水性能 当然它没有把 一万多米这个规格拉进来 不过它的深潜规格 来到了6000米 也是相当惊人的 也是目前最深 对 6000米到底是什么概念 6000米 我们这样想好了 全球海洋的平均是3800米 是 那6000米的概念就是 生物已经都长得很奇形怪状了 不是没有 它已经过了一个 可以想象的空间 我查了一下 那叫做什么 深渊带 深渊带 就感觉很像客树 神话会出现的地方 好 因为在之前几集呢 其实我们有跟赵青年的同事 汤姆有聊过潜水表的那一集 Podcast里面有提到啊 一般来说 可以被称得上潜水表 或专业性能潜水表 它的防水深度 其实大概200米就够了 200米其实就很够了 而且根据ISO的标准 其实100米就可以了 只要达到100米的深潜标准 就可以了吗 你就可以叫做潜水表啦 他们的记录 像是最早的Brown Pump 他最早他只要求100米 因为其实你说真的 人能够潜多深 你人带着 你的记录真的没有多深 对 所以刚刚赵青才一直讲说 其实无论是1万米 或者说这次的Ultra Deep系列 长销系列的6000米啊 其实坦白说 那个东西都是 真的是给潜水艇带的 那个真的是一个 算是军力的展现啦 但我们实际到底能不能用到呢 我敢跟各位保证 其实应该都是用不到的啦 基本上他只是想要展现出一个 我可以嘛 对 他就是要追求一个极致啊 那就像是 我们就讲跑步好了 你跑步100公尺 跑10分钟也是跑 有人就是要追求 跑到10秒以内 你跑到10秒以内 会飞上天吗 也不会 但就是我可以啊 所以Omega在所谓的市售系列 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6000米 那这支6000米 另外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 让他在达到6000米的时候 更有话题 是因为他兼顾了 所谓6000米的防水性能 又兼具了时代性这件事情 对 其实这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刚刚赵静有提到 过去不管是2019年的 Ultra Deep那时候 第一支的那个概念表 还是说之前的劳力 是深浅到1万米出头 那些算是实验性质的手表 那时候都有一个重点就是 那些手表其实又大又厚 因为他又能抵抗那么深的水压 所以他那些手表其实 发想的初衷 真的就是为了达到目的而去打造的 可是这一次的Ultra Deep系列的6000米 其实他是有兼顾 所谓一般我们可以去佩戴的 因为如果我们看到他的产品规格的话 其实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他的尺寸来到45mm 其实不算太大 厚度大概是18mm 对 比起之前的深浅 因为Omega在之前有推出过 长销版本是600米的 那时候600米的厚度 其实了不起也14mm左右 那这次多了4mm 但是整个防水性能多了10倍之多 其实这就是这支手表厉害的地方 是因为他能够兼具 有这么强大的规格性能 但是他其实又是可以实际佩戴的 这是他这一支最大的卖点 主要也就是在尺寸的缩减 对 那其实他最大的卖点 比如说尺寸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我们都应该会很好奇 说现在的材料学来说 你真的抵挡不了那个深度吗 那这件事情可能要再有专业的去测试 可是我觉得这一次比较多特别 像是Omega近几年 他一直在用开发自己的材质 他开发自己的技术 所以他的基心 我们之前大家都听过很多了 抗磁一万五千高斯之类的 还有什么同轴群众 那这一次他在材质上 表科他用了他们自己开发的一个合金 他叫做Omega Steel 对他念要这样念 但其实写起来就是Omega跟Steel合在一起 他这种新的材质 就是他标榜他的硬度更高 光泽更亮 而且他的防腐蚀性也更强 那这就是我觉得他这一次表演 最大的话题应该在这边 这个材质可能会成为日后 Omega可能会泛用到其他款 的一个新的材质 其实他在整个结构上面也做了一些改变 像是他的表尔的造型 有做了一些更改 然后再来就是可能底盖也好 他的表圈设计也好 其实整体来看的话 他算是把过去很多 在那时候2019年的Ultra Deep 那一支概念表上面的一些细部 的一些专利 都用到了新的系列上面 对 长销系列上面 让他可以做到就是 还是我还是要重复讲的 就是时代跟高规格的表现 这是我觉得这支表最厉害的 也让人最印象深刻的地方 对 好 这支表在推出以后 其实造成算是表迷 很热烈的讨论 因为6000米这个数字 其实真的太吓人了 但不免熟了 大家就会把它拿去跟 其他的品牌做联想 水鬼王吗 对 水鬼王是最明显 因为劳力士的水鬼王 他的潜水规格是3900米 对 那好死不死 因为水鬼王的样式 其实Omega这次 Ultra Deep的系列 其实有一些设计上面 我必须得说配色 或者是说 整个样式 表迷们都会下意识的去 把它拿来跟水鬼王 去做比较像 是这样讲没错 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大家讲的就是因为 他都有表观护肩 对 然后他都有旋转表圈 对 这就是潜水表的规范 规定就在那边 不然你要怎么办 对 那如果大家都会学说 这有点抄袭或怎么样 最早说出这个东西的 叫做Bron Pong 他一点话都没讲 他是不是早就该说 是哦 你们都在抄哦 对 他没有讲过任何话 对 然后还有刚才讲的配色好了 这次最主要就是配色 因为劳力士之前的那一款 水鬼王 水鬼王 它是一个建成的 它是从蓝 然后到黑 对 它象征的就是我 从水面 然后往下浅 越浅越黑 可是这一次 Omega有一款蓝色的 它确实也出一款蓝色的 可是它的蓝是从 中间蓝往外黑 对 一直是黑到它的表圈 嗯嗯嗯 它的概念比较像是说 我们从海底往上看 的那个想法 是 对 然后而且这样的建成的概念 其实应该说我们会说 这叫烟熏建成的做法 对 在近几年 这很多品牌在做的啊 对 那这也不是 Omega唯一做的 嗯嗯 其实事实上这样类似的东西 天说之前也做过 嗯嗯 对啊 那你要说抄袭 这些东西就是一个概念的雷通 它是用色嘛 那Omega它同时也出了 橘圈白面 它也出了黑面灰圈 那没有人说话 当然啊 我知道有些人会觉得 它就是有那个感觉 那你说一说 Omega不知道吗 我个人觉得 它应该知道 它在选择蓝色这个时候 它应该就会有猜到 一定会有表明这样讲 对 因为坦白说 有太长一段时间 大家都会把Omega跟老历士 拿来做对比 因为他们整个在发展上 真的是都有一点越来越像 他们都在走自己的路 他们几乎没有在管整个市场在干嘛 嗯嗯嗯 他们通常就是在研发自己的 自己的技术 自己的材质 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做法 嗯嗯 当然就是从现在市面上来看 当然 老历士的讨论度比较高 Omega相对低 那当然有前者到各种的因素啦 对 那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在那边讨论 嗯嗯 可是就是就回到刚才讲 我觉得 Omega这也是做蓝色 它多少有一点点要吃 老历士豆腐的感觉 也不是说抄袭 可是他就是有故意用这个颜色 引起讨论 是 好 我不予置评 不予置评 你不予置评是不是 是 好 你就看嘛 这一支表出来了 马上就有人做了梗涂 对 马上就开始讨论了 其实这对于两边来说都不亏啊 嗯嗯嗯嗯 好 那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一支 Ultra Deep的卖点好了 当然就还是不焉其烦再说一次就是 6000米这件事情呢 以长销系列来说 它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然后再来有一个卖点 其实是刚刚我们有提到的 以定价来说 它的价格落在约莫40万左右 差不多官网上定价在37万多 嗯嗯嗯 我觉得这个价格其实算是很合理的 而且蛮有亮点 对啊相当合理啊 毕竟说真的 你市面上几乎没有一样的长销款啊 对 除非你硬要找 只有在Huber 他很多年前出过一款4000米的 对 不过Huber品牌定位就比较高啊 对 所以那一支的价格 当然是这一款好几倍啊 对 所以从规格上面来说 它有话题 从价格上面来说 它也算是有优势 对 然后再来就是潜水表 目前是市场的宠儿啦 所以纵观这几个面向来说 Artra Deep实际到店头销售的时候 我相信热度还是一定会非常高 我觉得它本身就是一个宣誓意义啦 嗯 应该会我相信它可能会带动他们其他的潜水表的说服力 好 那最后问赵倩是都已经6000米了 你觉得这个季度会再往上推进吗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必要 但也有可能啊 嗯 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它的测试的方式嘛 说真的你可以防水6000米 那7000米应该也不难吧 搞不好也不用加太大 甚至可能不用改壳 嗯 对 因为说真的我也没有真的在潜水 谁会潜到7000米 没有 没有 没有人有办法潜到7000米 对啊 6000米大概就是你被压扁在海底的时候 人家捞你起来的时候知道你什么时候死 好 那今天就谢谢赵新商节目 好 谢谢大家 好 也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有任何心得回馈 欢迎留言给我们 也请追踪我们的Apple Podcast 与Spotify 请持续锁定由静好听 与静周刊 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 静表志 我们就下次见吧 想听 爱听 就在静好听